全球暖化导致巴西亚马逊其中一条主要的支流 索里蒙河的水位下降到有史以来最低水平 导致河岸上的村民严重缺乏粮食和水源 干涸的河床如今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沙舟 船只无法行驶 民众只能够在烈日下步行两三个小时 才能够把食物带回家 干涸的河床形成一片一望无际的长沙舟 原本以船只来代步的村民 只能带着大包小包 在烈日底下徒步越过这片沙舟才能回到家 亚马逊越来越干旱 主要支流索里蒙河水位星期一 已经降到历史新低 只剩下三米 还比去年的最低记录少了11厘米 距离干旱季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河水水位已经急速骤降 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更严重 这无疑加剧了河流社区的粮食和水源危机 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都要去旅行走 我们都要去旅行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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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去旅行走 河水骤降 一些船只受困在沙丘水塘中 许多鱼类也因为气温太高 无法生存 让依靠捕鱼为生的当地人 大喊很苦恼 环保人士也警告 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 正在一步步的吞噬着亚马逊 除了河流干涸 当地前所未见的野火 更摧毁了大量植被 是全人类都必须正式的一大警讯 也有点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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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到达了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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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